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样子 他就会说弹簧的全长是10公分 所以在这个已知条件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弹簧的原长 这个原长呢 我就写L0 就会是10公分 这样 就是他没有挂东西的时候 好 那么这一题呢 很明显的我们要用虎克定律 就是F等于KΔX 好 F是什么呢 我们通常都会讲F这个F是什么力 这个F是弹簧的弹力 好 但是呢 其实在这张表当中 这个F也是我们所下挂的法码重 以现在我指的这张图来说 好 我们弹簧的弹力之值呢 叫做F 好 或是我们说FS 它会跟我们这个法码重啊 刚好是一样大 这样子 所以会导致一件事 就是导致这个弹簧现在维持尽力平衡 它就会挂在这个地方 没有上下起伏 好 所以我们会说 这个弹力会等于KΔX 当然下压的重量 因为跟弹力是相等的 所以呢 下拉的这个重量 也会等于KΔX 所以以下我们就直接把弹簧下端 所悬挂的法码重啊 这一排直接看成是我们的弹力FS 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题 那问说请问弹簧的弹性常数 或是我们讲弹力常数K是多少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写出公式来 F等于KΔX ΔX是它的伸长量 好 所以把ΔX移到左边去之后 得到弹力常数 会等于我们下拉的法码重 再去除以伸长量 那我们现在呢 就比较这一格 这一格下拉的法码重是4公克重 而它的伸长量呢 是18再减掉10公分 好 这下面单位是公分 所以呢 算起来4除以8就是0.5 但是同学 你要注意单位 好 分子是公克重 分母是公分 好 所以表示说 我们这个弹力常数K 它的大小就是0.5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题 如果说法码的重量为10公克重10 它的意思就是说啊 上面这一排我们写10 好 我们今天下挂的法码重是10公克 要问说它的伸长量是多少 所以 因为F等K掉了它X 所以呢 伸长量X 就会是法码重F再去除以 弹力常数K 而下挂的法码重是10公克重 弹力常数我们刚刚算过了 是0.5 所以这样除下来 得到此时的伸长量 是20公分 但是同学你要注意哦 我们的伸长量啊 DeltaX是20公分 但是呢 这个弹簧 它的原长有10公分 所以就表示 它的总长就是 这个弹簧的原长10公分 再加上伸长量20公分 因此啊 算出来就是 总长30公分 这样 好 那同学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 请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再告诉 我再看下这个弹簧 我再看下这个弹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